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戴眼鏡的短髮女就是朱姓車手頭 年僅二十歲的她 看起來跟一般年輕女子 還沒什麼不一樣 她拉懷孕的同學進集團 隨身攜帶證斷書 又拉另一個孕婦 背帶後聲稱是從事博弈 其他什麼都不知道 聽上平平求情 最後兩名孕婦都交保 警方追查有多名車手 常常進出在北投這間旅館 來調閱監視器 賀蘭發現有名朱姓女子 就是赫赫有名的車手頭 警察刻意找孕婦當擋箭牌 就是看準法規 懷孕五個月以上不能羈押 警方也發現這個集團 機房在大陸 逮捕了台灣共二十名車手幹部 剩下手腦還滯留對岸 還會持續追捕 這兩個孕婦 在我們偵辦期間 遭到警察機關查獲數次 交保後還是持續在 做這個詐騙提領款項的工作 想規避法規利用孕婦當車手 全台趴趴領 如今台灣幹部全被押 詐騙集團面臨瓦解命運 三十年將會想玩家 合得不懂